FM03中广流行网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 中午11点到12点 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 叮咚准时开张 Hello大家好 我是加科蒋伟文 今天是6月24号 今天是一个礼拜六 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 6月24号马上就6月底了 对很多家长来说 就是小朋友的暑假开启了 有的爸爸妈妈们 有点哀嚎一片 小朋友到底在暑假的时候 都在家里要怎么办 怎么来照顾他们 当然在之前 有更多的家长们 已经费了很多心思 帮小朋友安排很多 暑期的课程 或者是夏令营 还有很多不同的运动营 这种的篮球营 网球 羽球 我看有甚至有很多地方 运动中心 它是安排整天的课程 比如早上7点钟开始 到下午5点钟 一整天小朋友 都在运动中心 各式各样 不同的运动安排好 但是这个费用 其实是蛮高昂的 一整天 但是我常想说 现在小朋友的暑假 跟以前像我们的暑假 你知道这种五六年级 升的暑假 甚至七年级升好了 就是暑假 应该跟现在小朋友 都不太一样了 像我看到小朋友 现在的 我也要帮Jackson 四年级了 他升五年级了 还有弟弟 一年级要升二年级 他们自己学校的 这种暑期课程 就特别多了 我都想往小朋友的兴趣走 像Jackson 他特别喜欢打篮球 我们就来看篮球营 两个小朋友 都很喜欢拼乐高 现在也很多这种乐高 什么机器人营 或是什么 小朋友喜欢玩麦快 麦快什么 什么训练营 应有尽有 只要跟小朋友喜欢 甚至有宝可梦 这种什么东西的 训练营之类的 反正就很多的小朋友 像那种游戏卡的 也有很多这种 不同的课程 但运动的就更多了 像我刚刚讲的 像直排轮 篮球 羽球 足球 以前好像只有扯铃吧 现在也有扯铃 可是更多样化了 然后我自己是想说 尤其Jackson 都四年级了 我心里常想说 他的童年 就剩两年了 因为我的感觉是童年 是六年级毕业以后 你升国一 就童年就结束了 就正式结束了 所以我每次看到他 我就觉得 你只剩两年童年 所以我更觉得说 今年的暑假 我不要帮他安排 整天的这种东西 像以前他曾经去过 比如说暑假的英文 夏令营这种的 可能从早到下午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 他当然第一次去的时候 觉得很有趣 因为暑假去 不用去上课 去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跟不同的同学 然后一起在 英文的夏令营里面 他们也会做各式各样 不同好玩的事情 比如说科学营 或是他们现在英文营 都会有各式各样 不同的主题 可能教导大家 世界各国的餐饮的礼仪 或是世界各国好吃的东西 或者是世界各国的 什么机器大展之类的 都有 那今年我就想说 帮小朋友个别报 这种 不要说整天的 可能一堂一堂就好了 因为我希望 尤其是Jackson 他四年级 还剩两年的童年 我希望他自己 在暑假的时候 能有自主权 比如说 比如说去上运动课 回来以后 他还有大半天的时间 他可以来安排他想做什么 但是大半天不能就耗在家里 躺在那边不动 就是家长 我觉得我们要跟他讨论 你剩这大半天你想做什么 比如说你可以在家里 你也可以在家有玩的时间 也可以有时间出去 就跟爸爸一起去探险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说 像我小时候 我刚才提到五六年急生 我记得很清楚 我的暑假是怎么过的 就是我爸就跟我说 你暑假 你暑假就你带弟弟 那时候我好像是三四年级 我弟也是二年级这种的 我爸说你就带弟弟去坐公车 坐公车 坐公车算什么探险 坐公车也很有趣 我爸说 每一条路线 你都给我去坐一坐 然后去看看每一站下来 有什么好有趣的地方 我记得那时候 那个暑假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大冒险 坐不同路线的公车 然后每一站下来 都是另外一种 对小朋友来讲 是另外一种风景 这边原来有个大公园 这边原来是 好大一个高楼大厦 这边一下来 什么都没有 就是每次我跟我弟就这样 然后有时候 我爸也会说 你去找找看 譬如说青年公园在哪里 或是总统府是哪一站 或是怎么样的 那我去规划路线 带我弟去坐公车 这样子 所以我记得 我的暑假就是充满了 走路的时间 压马路的时间 因为你下公车以后 就要在附近走一走 然后当然也会针对目的地 就像我刚讲的 甚至很多不同的学校 去很多不同学校看一看 这样子 然后所以暑假就是 很多走路的时间 然后那个残叫声 一直在我脑海中回荡着 就像看那个 以前叫机器猫小叮当 像在哆啦A梦 哆啦A梦 每次一集开始的时候 它都会有一个场景 就是很多公寓 然后攀到那个晴天 然后就暑假那个残叫声 这样 那种卡通里面 那个残叫声 然后大雄跟小叮当 在路上走路 那个感觉就是 我小时候的暑假 然后现在的小朋友 就很幸福了 各式各样的不同课程 可以去上 然后还是我希望说 在他剩余这两年的童年里面 我可以跟他一起 有更多的回忆 就是说去上一个体育课 运动课 去上一个他喜欢的 乐高机器人课 然后剩下的大半天时间 他可以跟爸爸一起规划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 再去哪里探险 去看别的学校 去一些博物馆 或是去一些 不同的地方走走 甚至在家里 我们也可以在家里 像他很喜欢听音乐 我们可以来听音乐 画图 做一些我们想做的事情 甚至我可以跟他一起 拼乐高也可以 就是我希望说 多一点他自己的时间 毕竟他们真的是 长大了很快 我的印象很深刻 就是因为弟弟才一年级 所以我每天都会抱着他 应该不是我抱他 应该是弟弟每天 都要爬到我身上来 一年级的小朋友 他还是很喜欢抱爸爸妈妈 尤其每天只要他下课看到我 他就跳到我身上来 睡觉前也一定会喊说 爸爸抱抱这样子 但是四年级的Jackson 他就不会主动讲这些话了 但是有一天我就想说 我还是想抱抱他 看他现在长高这么多了 一百三几公分了 然后其实跟以前小朋友的样子 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抱完弟弟 我还去抱抱Jackson 他真的很大一只 好像一只巨大的 不能说是五尾熊 比较像一只袋鼠 抱到我身上 然后我发现 抱他的这个是我提出来 但是我抱他以后 我发现他还是很开心 他开心的程度 紧紧抱着我就像他小时候一样 所以希望大家在暑假的时候 可以跟小朋友有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然后也不要马上就把小朋友的暑假的时间 全部都排满了 留点空隙 让他有一点自己的 可以去安排自己的时间 然后甚至去享受一下暑假的休息 然后暑假的天气 然后暑假的时间慢慢流动的感觉 好了 暑假马上就到了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快乐的暑假 好了 稍微休息一下 待会马上回到我们的讲工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讲工厨房 我们回来了 第二段 第一个单元 讲工来说菜 好的 记不记得上一次 这个有一对非常帅气 而且厨艺非常精湛的父子党 吴秉承老师和他的儿子吴雨强 亚洲刀王来上我们的节目 那他们最新的这个父子合作 这本书叫 舒食乐活餐桌 其实这本食谱真的很适合夏天 因为里面很多很清爽的蔬食菜 比如说枸杞炒山药 和辅竹炒芦筍 这两道菜我看了 就觉得在炎炎夏日里面 甚至于在那种飘雨的闷热日子 就很想快速做完这两道菜 看起来就是很好吃 我们现在讲枸杞炒山药 食材非常简单 然后山药有的人不敢吃 但是这样炒法 山药吃起来真的一看就觉得很好吃 你只需要一些山药 然后把它削皮 削皮以后就把它切成细条 这个细条就是长条形的 然后大概是一公分的宽度 这种细条状 有点像这个积木一样 切成一条一条积木这样子 然后在处理之前 先把它泡到冷水里面备用 这样它比较不容易变色 然后在锅子里面就先热锅 然后这时候就放一点姜末 用姜去提出这个清香的味道 这个姜的香气出来以后 因为它是姜末所以很快 热锅油下去姜末的味道出来 就把刚刚泡在水里的山药 稍微沥干一下 然后放到锅子里面去 开始翻炒一下 只要轻轻的翻炒它就好了 翻炒一下加热 然后就把调味料放进去 这里的调味料非常简单 就要吃山药的原味 就是盐跟糖放进去就好了 那刚刚那个油呢 其实是香油 就是香油来爆香它的姜末 所以它香气已经做足了 有香油的香味 又有这个姜的清香 然后山药进去翻炒几下以后 这个调味料撒点盐 一小匙 来一点糖 一小匙 然后呢就放入葱段 最后这个后面再放入葱段 葱白葱绿都放进来 然后再加上100cc的水 让这里面的调味料跟葱的香气 还有刚刚所有的这个食材的味道 都融合在一起 然后在煮的时候 这个水进去也是可以把山药 把它立刻把它煮熟 山药煮熟其实蛮快的 煮一煮以后呢 就把枸杞也放进来 那这枸杞呢 稍微先泡过一点 这个先泡水把它泡软 你也可以用米酒来泡这个枸杞 等于最后放进来的时候 是一点点酒跟酒香 跟这枸杞泡软的枸杞 枸杞一加进来 就可以这个 这个勾芡了 勾芡完以后 这道料理就完成了 枸杞炒山药 食材非常简单 但是呢 吃这个原味 其实这看起来就很清爽 而且很好吃 而且又很快速 这个大家可以在家试试看 另外一道 我觉得辅足炒芦笋 整道菜看起来就是超适合夏天的 就是我现在就外面很闷热 我看到这道菜就觉得 想回去赶快坐坐看来吃 我本身就很喜欢吃这个辅足 辅足买回来以后呢 你先泡热水 把它泡软了 泡软了以后 沥干 然后把它切断 当然你不一定要用辅足 你也可以用 比如说你像我之前 喜欢吃豆腐类的东西 你也可以用辅皮也可以 辅足当然是更对味 而且它咬度 它的韧劲更好 反正你辅足把它泡热水 泡软 沥干切断 切像葱段一样 这样一段一段的 然后呢 就卤笋呢 也都洗干净 把它切断 切斜断这样子 也都是跟笋 就是跟冲段差不多一样 四公分长这样的断 然后胡萝卜呢 你就把它切丝 所以说你这个辅足切断了以后呢 这个胡萝卜跟这个卤笋切断了 都一起用滚水 稍微汆烫一下 大概十几秒就可以 汆烫完以后瀝干 然后锅子里面呢 就沥干水分以后呢 擦一擦 然后加热锅子 热度来了以后呢 就放一大匙的油 然后先炒香洋葱丝 再把蒜末跟葱段 还有姜末 把这些香气呢 先放进去 先炒香了 洋葱丝不止有洋葱香味 还有洋葱甜 蒜末葱段跟姜末 这三样可能是我们台湾人 最爱的这个香 辛香料的香味了 把它放进来 因为这里面没有肉嘛 因为它做蔬食 所以你把这个 蒜末葱段姜末的味道 把它炒香了 那个食欲就来了 所以这里面有洋葱甜 蒜末葱段姜末的味道 出来以后呢 就把辅足放进去 辅足一放进去呢 就可以把调味料跟水也放进去 这边只要加100cc的水 然后调味料也是很简单 只要放点盐一小匙 糖一小匙 然后再撒一点白胡椒粉 也是吃原味 因为我们吃蔬食 就是不要盖过食材的 我们就想要吃到食材的 这个鲜甜味 那辅足在这个水里面煮 就100cc水 所以你这是大火滚了以后 就要转大概中小火 不要一下把它烧干了 最后当然要收汁了 100cc收汁很快 这个煮滚的时候 调味料下去 辅足在里面煮的同时呢 先让它煮个这个30秒好了 然后再把芦笋跟胡萝卜 刚刚汆烫过的 通通把它放进来 拌炒两下 在这里芦笋一下去 胡萝卜丝一下去 就可以大概10秒钟左右 就可以用太白粉水 攻芡了 攻芡完以后 就滴上香油 很快就可以起锅了 这两道菜 其实都是快炒类的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两道菜看起来 除了准备功夫 就是真正的开火下锅去煮 每一道菜大概只花3分钟 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就很适合在夏天 你不想在厨房里待很久 那你又很想快速吃到一些 很清爽的料理 辅足炒芦笋跟枸杞炒山药 在家里试试看 谢谢我们的吴炳辰 以及吴宇强 蔬食乐活餐桌 休息一下 大家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今天我们厨房里访问一位老朋友 他并不老 但是他每次出书都有来 我们蒋公厨房 除了第一本 第一本他2019年的 东京鸟窝厨房的家常时光 我们访问他是第二本 从2020年到现在 他又出了陆续续 这是第五本了 最新的作品 这第五本了 对不对 对没错 是的我们欢迎我们的 杨琴12月令餐桌 这是你这一次书的主题 是各位听众朋友好 是现在我们跑到第几个月令 现在是第一月了 现在是六月嘛 对不对 对啊 六月份 六月份 所以说这本书 你是把它分成12个月令 所台湾有的一些 很棒的一些蔬菜 来做料理是不是 对就是我把 就是12个月令 就是那个时候当季 就是最物美价廉 然后最营养品质 最好的那个蔬菜 就是当做主要的食材 然后去煤到菜 煤这个蔬菜 去为他设计一到三到十 是 我怎么记得 我第一次访问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好 当时才刚从东京回来 然后回一阵子 然后那时候你说在东京 因为厨房很小 所以叫鸟窝厨房 然后当时你去东京的时候 事实上你是零厨艺 然后你就开始在东京练厨艺 跟老公 因为你们是到那边去工作 对不对 然后在小小厨房里面 做了很多道料理这样子 练一生厨艺以后就 非常努力的 每一年几乎都会最少出一本书 你真的好厉害 没有啦 就是我很喜欢写书 然后刚好也有遇到伯乐 帮我出这样子 是是是 这一次这个这本书 我看了一下你的前言 特别写到说 在这本的食谱书里 你收录了12个月令中 各个月份盛产的蔬菜 所设计的食谱 然后你说有些食谱 是那种经典永流传的 有些是来自你们家餐桌 常常出现的家常菜 那就是你做的嘛 你做家常菜 给老公吃的这样 那你说当年这个厨艺 刚启蒙的你 总是搞不清楚 各种食材出现的食令 常常会错过 最物超所值的价格跟品质 甚至于稍微偷懒 想晚一点再处理 心理电力的食材 就从市场上消失了 那这个在东京 跟在台湾都一样吗 这个情况 其实不太一样 因为很多人知道 就是我开始下厨 是因为我就是 跟我先生结婚 然后他那个时候 在日本念博士 然后我就一结婚 就飞到东京去 就是去帮他做一些家事 然后就是下厨这样 就是喂食他这样子 对啊 喂食他 对然后因为我以前我都没有下厨过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 然后我是爸爸养大了 所以就是爸爸都是买外食来养我们 对然后后来我爸买了房子之后 我们的房子甚至没有装潢厨房这个部分 对 所以就是我从来没有下厨过 然后飞去冬天的东京的第一天晚上 然后就是做了我人生中第一道菜 然后叫yaki sofa 对然后所以我一刚开始学做菜 其实我学的算是日本的家常菜 因为在东京的地方嘛 我食材是日本的 调味料是日本的 餐具锅具都是日本的 然后我也是看就是日本的那种料理平台 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看iCook 那时候我是看日本一些料理平台 比如说Cookpad之类的那种 对啊 然后在东京就是跟在台湾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台湾是比较一个温暖的地方 而且台湾的地形是它有很多高山 对然后东京至少东京的话 它其实季节是变化比较大 然后它的地形也比较单纯 所以就是相对来说 除了他们就是一直有在进口 或者是一直有在就是盛产的蔬菜 比如说什么小松菜 小黄瓜甜椒这类的 就是一直固定都有之外 他们其他的一些蔬菜的食材 很多都是出现一下下就会消失了 产季都非常的短 就跟台湾不太一样 因为台湾就是 比如说高丽菜好了 就是我们都知道高丽菜 冬天春天之类比较冷的天气 会比较好吃 但是我们夏天还是吃得到高丽菜啊 因为我们平地的高丽菜不盛产了 我们可以去种和采收 就是在高山比较凉快的地方的高丽菜 可是日本就没有办法 所以就是像是譬如说 举地好像竹笋 现在台湾正盛产 但是日本的话 就是他们竹笋出现一下 大概一两个礼拜就会消失 而且也不是很好吃 他们竹笋大部分是 可能从中国或者是一些地方 进口的手笋 就是那手笋就其实已经煮熟 它已经软软烂烂的 就不会有像我们在台湾 吃的绿竹笋之类 就是我们可以做凉拌沙拉笋 但很甜很脆很好吃 他们的竹笋就没有办法做成这样 真的耶 所以说其实虽然日本 它的四季更 尤其在东京啦 就是你刚刚说四季更明显一点 冬天非常冷啊 然后春夏秋 都是四季非常分明这样 然后台湾像你说 没错 我们常常吃到这个高丽菜 然后有时候也会问老板 有没有高山的高丽菜 甚至平地的没有 就有高山继续吃这样子 所以台湾真的蛮幸福的 四季这个都都有这个 好吃的这个蔬果啦 都可以吃 但这本你特别写了 12个月份的不同的蔬菜 感觉你每一年 不只出一本书以后呢 我记得你刚刚说 你到东京去学做菜 这个时间到现在 大概也是七八年而已吧 对不对 离现在 我是2014年结婚的 所以 那已经差不多快十年了 对不对 对啊 应该有九年多 哇这九年的这个厨艺也是蛮厉害 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现在变成美 每年都在出这个料理书 从零厨艺到现在 我觉得我只是运气很好 就是他其实都没有销量非常的好 我也不是什么热卖的作家 但是我就是有遇到伯乐这样 就是一直有帮我出 有愿你的书的那个 我觉得你的这个菜色呢 或者你的料理都感觉很简单 但是呢你都会很用心的把它用不同的食材 堆叠在一起 然后那个味道也很明显 就是说这道菜可以这么做 然后有些就像你说是经典流传的 有些就感觉很家常 那大家在看的时候 或者在试作的时候 也可以加入自己的味道 那你就是给大家一个很基本的款项 然后也不会做太复杂 然后让大家了解这道菜 其实这样吃就很有 很美味了这样子 好那今天杨晴又来到我们这个录音室来 我至少访问过你三四次了吧 对不对 我从第二本就来了 所以就是四次了 四次了 好那你刚刚讲到我们台湾的竹笋很好吃 今天我们的美食冷知识呢 叫做美食对或错 总共为你三题 你只要回答对或错 看你对台湾的食材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认知 好吧这也是趣味题了 都很简单 杨晴准备好了吗 好 三题美食对或错都是跟笋子有关 请问第一题 以前妈妈打小孩又叫做竹笋炒猪肝 对或错 错是竹笋炒肉食 答对 好第二 夏天的沙拉冷水都是有剑笋料理的 请问对或错 错应该是绿竹笋 对绿竹笋或者有时候还会用麻竹笋 但是绿竹笋的真的很好吃 第三题稍微难一点了 准备好了吗 是 春笋怒发这句成语 怒发就如怒放 所以怒开形容是本心豁然大悟的感觉 心情自然极为快活开朗 所以人家常说春笋怒发形容心情极为快活 对或错 春笋怒发 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 没有 我没有听过 这是国文吧 这不是不是食材吧 我没有听过 你觉得春笋怒发 你觉得这句话你想想看 你觉得春笋怒发 你觉得他是不是形容一个人心情极为快活 这感觉好像是某种想法萌芽的感觉 或者是某种情绪萌芽 感觉好像跟快活比较没有关系吧 所以你觉得对或错 他是春笋怒发是形容心情极为快活 你觉得对或错 我觉得不对 应该是错 对 对其实答对 因为其实这个春笋怒发 这个这句话 我刚刚这个形容说 这个心情极为快活 其实是心花怒放 或心花怒发 这句话的解释 春笋怒发 其实是在讲春天的竹笋 迅速的茂盛的生长 比喻好事 成出不穷的产生 比如说 心意计划需城市建设 如火如荼 各式建筑如春笋怒发 有点像那个雨后春笋的感觉了 恭喜你 杨青 三题 美食对或错 通通答对 太好了 太好了这样 得到什么奖品呢 没有 就是我们的鼓励 杨青太棒了 好 学到一个成语 两题这个食材题 还加上一个那个成语题 真的现在好像比较少人 这个 其实我如果问 更年轻一点的人 说那个竹笋 竹笋炒肉丝 他可能不见得知道 因为现在是爱的教育 已经没有竹笋炒肉丝 对啊 像我女儿的话 应该完全没办法想象 对啊 她没有办法知道 什么是竹笋炒肉丝 这个也许在听这个节目的人 这个会发现 知道竹笋炒肉丝的 都曾经吃过这道菜 而且感受过这道菜 在你的手掌上面 挺可怕的 如果没有感受过 恭喜你 你在这个爱的教育的时代 我们稍微休息 待会儿我们来好好聊一下 杨青的这本新书 12月令餐桌 别走开 FM03中广流行王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讲到六月份 这个杨青的这一本 12月令的餐桌 他每个月份前面 都做个小小的导文 这样子 那六月份我来看一下 他第一句话就说 这是梅雨季 真的 今天我来说是下的小雨 昨天也稀花下的雨 六月份真的是一个 上面特别写烟雨迷蒙的面纱 然后这个六月份 杨青特别写说 这时候盛产是小黄瓜 甜椒 马铃薯 跟这个线菜 是不是 对 好 这个小黄瓜真的很有感觉 因为前两天 我小朋友还在拿小黄瓜咬 然后说 哇好甜 好脆 爸爸 因为正好我那个岳母 带了一些小黄瓜 带我们家 然后他们以前吃小黄瓜 都是切着细丝 放在三明治里面 可是因为那个小黄瓜 现在盛产 然后我的岳母 洗干净 然后就放到桌上 这小朋友就拿起来咬了一口 说哇 这怎么那么甜啊 小孩也太健康了吧 有的人 我也很惊讶 因为有的人不喜欢小黄瓜 那个申味 有没有 因为他说 爸爸你也来咬一口 我就想说 真的有这么好吃吗 我也来咬一口 一咬一口 就还是有那个申味 一般的小孩 就是从桌上拿一个东西 咬一口 应该是饼干或糖果吧 怎么会是小黄瓜 我们家食材很多了 所以就特别喜欢这样子 我想这个最近是六月份 你上不同的广播节目 应该常讲六月份里面的 你这里面收入到 至少也有七八道 这个六月份 可以做的好吃料理 这样子 我们来为你重盟一下 我们跳到七月份好了 我们看一下七月份 杨琴写了什么呢 可不读个我们听听看 你的导读上面写了什么 导读 我一刚开始 就是先介绍台湾的七月 其实是戏剧化的 因为就是 就是这时候韩剧特别好看 对不对 对啊 就是 因为就是 这时候其实通常会有台风 但是听说台湾到现在 已经有三百多天 台风没有登陆了 所以七月份可能会剧烈 七月份不要 不要拜托 七月份也是这个 小朋友的暑假来了嘛 所以说到处都台风的话 出去玩很麻烦 然后呢 我觉得很戏剧化 是因为 要不然就是台风 后来要不然就是雷震雨 但是如果没有下雨的话 就是就是艳阳 就是日震当中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热 非常的难受 对 然后 其实我是一个 还蛮喜欢雨天的人 有很多人就觉得雨天很麻烦 然后不喜欢 但是其实我还蛮喜欢下雨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在屋子内 就是看外面下雨 就是我觉得那个听雨声 觉得很平静很舒服 所以我很喜欢 在屋子内听外面下大雨 所以有种幸灾乐祸的感觉 对 不然我走在外面 也会觉得蛮好玩的 我会去踩水之类的 有了 当我有了小朋友以后 才发现这个外面下大雨 其实也蛮可爱 因为小朋友就觉得很有趣 就外面全身临湿答答 他们也玩得很开心 我不行 绝对不能全身临湿答答 因为你已经不是小朋友了 好 这边特别提到说 你说七月份 有特选的一些食材 就是说这时候 有节瓜 玉米笋 番茄跟毛豆 你觉得很不错 是不是 节瓜好像这几年 越来越普遍的感觉 以前我要买节瓜 我还要到特殊的 譬如传统市场 某些地方 或者找一些老板 帮我留 现在随便任何超市 都可以买到节瓜 对啊 以前就是 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 节瓜其实不是一个 很常见的蔬菜 可能特别要去 加热福之类的地方 对 但现在就是菜市场 到处都是 就是三条五十这样子 就是非常的便宜 然后大家都在种 对 可是有些人 他其实不太知道 怎么料理节瓜 节瓜其实很容易料理 对不对 因为他没有小黄瓜 那种很深的味道 我觉得其实他跟小黄瓜 最差最多应该是口感 因为节瓜特色 就是他中间的那个指囊的部分 他不是很明显 就是跟台湾其他特厂的 瓜类不同 像是我们特厂的小黄瓜 什么就是 是比较爽脆的 但是节瓜是扎实的口感 是 所以说这个 尤其这种新的食材 如果说你 在只有到餐厅才吃过一些 比如说这个西餐 他会放点节瓜 或者意大利料理 他可能有节瓜在里面 你自己很少料理节瓜的话 最好开始使用节瓜的方法 就是用最简单的食材 不要用一大堆其他配角 跟他加一起 所以杨琴这边就有一道 叫做蛋煎节瓜 直接用蛋去煎吧 节瓜煎煎 就吃到节瓜最原始的味道 加一些蛋香这样 这个料理就非常简单 我觉得这是杨琴做料理 他的初心 就是每个 因为他从零厨艺开始 所以对每个食材要所了解 所以他就会去用 很简单的方法 先去料理一遍 让大家来了解 这个食材原味 这个蛋煎节瓜怎么做 蛋煎节瓜 其实他的食材超单纯 他就是节瓜鸡蛋 然后还有一些调味料 对啊 然后节瓜的话 我会建议 你也不要切太薄 不然口感会不好 大概一公分厚是最好的 鸡蛋的话 就是也不会用很多 大概用一到两颗而已 那就是热完油之后 把节瓜就是迅速的沾上蛋液之后 然后放到锅子里面煎 然后也不要煎太久 就是他两面各煎30秒 就要拿起来 不然口感就会开始变差 然后就是煎好之后 你就是再均匀撒上一些 你喜欢的香料 或者是盐巴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这边 因为这边的这个羊群 是放了一些盐跟意识香料 可是像这种蛋煎的食材 尤其煎节瓜 你看两面才煎个30秒 拿起来就可以吃的时候 你不管是撒辣油也好 或撒七味粉也好 或是你想沾一个你喜欢的酱汁 或者现场的酱汁 都非常方便 或直接单吃就撒点盐 先了解一下节瓜 它本身的一个甜甜的味道 跟这个蛋香都很好吃 那这个在煎节瓜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说 它是油要多一点吗 还是说 如果说 因为你煎是沾蛋液 如果说节瓜只是干煎的话 你认为说油要多 还是像你自己会怎么做 你说我就是平常怎么料理节瓜 对 其实我最常拿来烤 因为很喜欢做那种 就是那种义士或法式 那种烤蔬菜 怎么烤了节瓜 你会怎么烤 因为现在大家都有气炸锅 其实放气炸锅也很方便 对不对 对啊 我家是没有气炸锅 我是有 我们家是也没有大烤箱 但是我们有小烤箱 就是那个toaster 对对对 所以用toaster就可以烤节瓜 对啊 因为我常会很希望 就是一次可以出两道菜之类的 所以就是节瓜 或者是我也常用马铃薯 就是把它切片 或切小块之后 我就会先把它先铺在 那个烤盘的底部 然后上面再放烤鸡之类的 就是譬如烤鸡肉 或者是烤其他的肉 然后他直接就是拿去烤 然后烤完就是鸡肉熟透 底下的节瓜 或者是马铃薯也会熟透 而且他会吸收 就是那个鸡汁的精华 就会特别的好吃 对 我看很多那个YouTube 一些国外的一些厨师 他就是喜欢把节瓜 跟譬如说你刚刚说的 烤肉类的 那有些油脂比较多的肉类 一起进烤箱去烤 然后他就吸了很多 那个动物的脂肪这样子 就很香 当一个很棒的配菜 我发现七月份这个节瓜玉米笋 番茄跟毛豆 刚好都是小朋友很爱吃的月份 这个七月份小朋友开始放暑假 然后这时候的这个所有的食材 都很适合小朋友 比如说玉米笋 基本上是我小朋友 每天的餐桌上都会有的食材 玉米笋不管是用煮的 用烤的 或是放在食材里炒一炒 他们都非常喜欢 所以这个玉米笋 这边做的是比较大人口味的 椒盐玉米笋 这个有点像下酒小菜 其实我觉得他 虽然是椒盐口味 但是不会很辣 因为我小孩还 他大概快八岁而已 你放了这么多辣椒 你小孩很会吃辣 我发现 因为这边辣椒 至少用了两只吧 对不对 没有太辣的话还不敢吃 所以我用的是大的红辣椒 就是不太会辣的那种 如果你用草天椒就不行 对 因为你这边是玉米笋 中切一半嘛 就是直接保留它的形状 但是直接剖一半而已 这样比较快熟 然后加点葱花 和两只辣椒切斜片这样子 那你们家是比较爱吃辣 是不是 因为我发现你这个热锅热油以后 你先丢辣椒进去先爆炒 因为很明显就是 先丢辣椒的话 那个辣味会留在那个油里面 就会这个辣的味道 会比较明显一点 因为我自己个人 我很喜欢吃热炒类的菜 所以就是我很重视 就是那个爆香的过程 然后就是可能葱白 或者是姜片 然后辣椒片 这些都是我常会用来爆香的地方 那因为玉米笋 它跟其他的这个叶菜类 或蔬菜不太一样 就是你炒它 它不太会变色 所以而且它也不会说 好像变很软 或怎么样 所以有的人 他不太清楚说 到底它熟了没有 你知道 所以说像你这种 快炒类的 椒盐玉米笋 杨琴自己在炒这道菜 类似下酒 也可以是朋友来的时候 很快速做一道菜 可以聊天 可以装当个点心 怎么样去炒它 才知道 这到底花多少时间 玉米笋怎么样才算熟了 或许也有像杨琴一样 刚刚零厨艺的人 对这个事情也不太了解 待会回来 我们来问一下杨琴 他在炒这玉米笋 有什么样小小的秘诀 可以知道说 熟了没有 或是他是抓这个时间 稍微休息 待会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FM03中广流行网 蒋公厨房 我们回来了 刚刚这个杨琴 要回答我们的玉米笋 有时候到底炒什么时候 你怎么判断它熟了 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 一个地方是嗅觉 就是你用鼻子去闻 其实刚那个玉米笋 它还是全生的时候 你下锅的时候 会闻到一种生味 就是菜还生生的味道 然后你去炒一炒 它慢慢加热之后 它开始熟之后 那个生味就会消失 就是变成玉米的味道 对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 其实就是蛮好吃的时间点 如果你的鼻子不灵的话 或者是你不喜欢这个 这个软硬度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用搓的 就是你可以用那个木头的锅铲 你就是直接去搓它 搓到就是 它如果变得比较软 当然就比较好搓嘛 你就是可以就是 煎到你喜欢的软硬度 然后就可以出锅 因为有人喜欢吃很脆 有人喜欢吃很软的 因为你这边 椒盐玉米笋 你用了32条 然后又破半了 总共有60几条玉米笋 很大 很大虫 然后这个其实蛮简单 你做法就是先热锅下油 然后把这个辣椒 把它炒香了 然后就把玉米笋丢进去 一起翻炒 又加了水 很快让它熟透 然后最后加一点调味料 就是盐 跟这个胡椒粉 还有自然粉 再加蒜泥 给它多一个层次感 最后撒点葱花 这个椒盐玉米笋就很简单就完成了 那除了用这个锅铲去秃它 还有会闻它味道 另外像我就是拿一条锤来吃吃看 呸呸还是生的不行 就再炒一下 可能如果你一直试一直试都没有的话 你不就把60几条吃到剩40几条 对 没错 不要试的不会那么难 玉米水蛮简单的了 好 今天时间关系 我们只看到了7月份了 其实7月份杨晴也蛮多精彩的这个料理收入在里面 最后最后 这个杨晴跟大家讲一下 这是你第五本这个书了 12月令的这个餐桌 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就是总结来说 就是我刚才有说过就是 每种被归类的蔬菜 我都会为他们打造一到三种料理 就是希望可以给大家做菜的时候 更多的灵感泉源 然后我觉得我料理的特色都是 因为我们家就是厨房都很小 虽然现在比日本大 但是还是很小 就是我也没有特别就是贵的锅具 我很fancy的锅具 然后或者是特殊的器材 我连气炸锅都没有 对 然后而且我也不会去收集一些很高级 然后很贵很少见的调味料 所以就是其实你做我菜 不用担心你被料的时候 会冬缺稀露 因为我料理的初衷 其实就是结合美味 简单健康跟小吃 好 希望这个大家可以跟着这个杨晴呢 一起收录你的小厨房里的这个岁月警号 谢谢我们的杨晴 也希望这本十二月令的餐桌 让大家可以每个月份跟着你一起下厨做料理 谢谢 谢谢 谢谢Jacko 讲座房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